自从7月18日就失踪的女子终于被警方巡获 而她当下一丝不挂 还全身都是蚊虫咬伤和擦伤 在失踪之前 来自路易斯维尔市 25岁的Lisa Ceres和朋友Manly Davis 和Randal Oswald在一起 但他们意图不轨 他们疑似要到一座露营区行妾 Ceres说自己不想和妾案扯上关系 就决定跳车 两名男性友人随后被逮捕 但表示Ceres逃走后 就下路不明 7月23日 Ceres的双亲通报她失踪 警方便在附近好几个郡 搜索Ceres的踪跡 部落客郡警长Raymond Rogers表示 Ceres对于她跳车地点的地形并不熟悉 因此就在树林中迷失了方向 Ceres能存活 疑似是靠饮用吸水和食用莓果与蘑菇 她在周日下午光着身子 从82号公路旁的树林中走出 而被汽车驾驶发现 她满身泥泞 还有蚊虫的咬痕与擦伤 警方决定让Ceres充分休息和复原 再详细了解她这段期间的遭遇 Ceres如何独自在野外生存的细节 还有待厘清 目前也不清楚她为什么会失去身上的衣物 不过她确实说了一件事 那就是她的求生意志 完全是出自对家人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